充滿文創風格的咖啡杯套 各種馬卡龍色的筆盒 文件夾還有雞蛋盒 這一系列的商品設計相當搶眼 他們的原料是垃圾 而且全都來自高美濕地 國際知名景點高美濕地 被民眾亂丟垃圾弄得一地髒亂 宏光科技大學的學生淨灘剪垃圾 並將垃圾分類打碎處理 做成文創商品 把垃圾變成一種 有點像是新型態的紙張 都是跟高美里的居民 收取他們不要的廢紙 然後我們再跟我們剪池道的垃圾 進行一個結合 還有這本螃蟹繪本 也是取材製高美濕地的垃圾 淡珠汽水的瓶身 變成螃蟹的身體 吸管變成水草 希望能提醒民眾 對海洋要友善 把這些垃圾 跟結合漆地物種 因為垃圾破壞環境 破壞可能會影響物種 學生們剪垃圾改造垃圾 還造訪了清水 無期供42個社區 拜訪當地143位齊老 了解在地特色文化 再將污染宗教信仰等元素 轉化成時下民眾最愛的文創商品 來喚起大家對環保的重視